我們來看一下錄影要準備的工作 那麼其實我們大致上 硬體的部分你可以準備這幾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麥克風 可是說真的可以的話我會 我甚鼓勵各位單獨用麥克風 因為你用麥克風它有個小缺點 它必須要搭配我們電腦的 音效卡 對不對 可是每一台電腦上台 都會有不一樣 大小聲會不一樣 所以以前我剛才也是都是要想說帶個麥克風 就到現場的教室電腦路上 可是我發現 常常會這間教室錄的大小聲跟另外一間教室的可能會差距蠻大的 那你要去做調整 等於說我要先錄一段之後 先聽看看不行我就要再調一下 所以後來我比較常用的反而都是用網路攝影機 網路攝影機這一塊 為什麼因為網路攝影機 基本上只有麥克風的 除非你買的是沒有麥克風的 不過原則上現在大部分都會有 大部分都有 所以大多數 我會直接用網路攝影機的麥克風 所以我這邊講我雖然是用網路攝影機 可是我主要是用它麥克風的功能 那它就很單純你擦下去 因為它內建了 所以 Driver啊什麼那些 我就都不需要額外做調整 那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現場這邊有那個三腳架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三腳架 現場有很多三腳架 那 你除了標準的那種三腳架以外 也可以用什麼 小的這種三腳架 小的小的有沒有 好甚至 我們現在這個 那個叫什麼 舌管 我前面有一個 我前面有一個舌管 像這樣來吧 我把那個打開一下 我連線一下 好 看一下 在這裡 你們都不知道有被偷拍的齁 比較早來的東西你才有看到 有看到各位齁 書裝儀容 打扮一下 在這裡 舌管在這裡 因為呢其實如果你是在一般的 就是那個教室的話 一般教室 我看一下 好 這樣可以 有沒有你如果是一般教室 因為沒有 廣播 只有什麼 只有那個啊 對啊所以就可以這樣 不過呢 一般來說啦 因為我們 手機如果說 像這樣 網路攝影機也是一樣 就是你在移動快速的時候 你有很明顯發現他會變模糊嘛 所以 而且為了防止就像這樣晃動 所以你用舌管夾著 是會比較穩定一點 對不對 那像這個部分啊 我 小朋友他們就讀的國小 老師就是用這種方法 這一招我就跟他學了 也就是說比如說 他可能請小朋友帶什麼 帶照片啊 去學校啊 對不對 那 老師是有投影機 投影機沒有錯 可是呢 照片 如果老師還要一張一張拿到 自己電腦前面 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那他就透過這個方式 走到小朋友旁邊 先問他 可以投影給大家看嗎 要尊重一下嘛 對不對 那所以 這樣的話呢 是不是就 小朋友他就不用 拿到前面去了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這個 因為現在大家手機都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 其實不要客氣 你如果不用呢 像我現在我當那台是小米的啊 就 接聽電話功能 有 故障 其他功能都OK 我就把它改來 用這樣做 你不做吧 而且呢那個 其實 我們一般手機 它有個好處 你是不是可以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就不用受到這個 網路攝影機這個什麼 有線的限制啊 了解 就好像一個網路的監視器一樣 你只要安裝的適當的那個 就是 應用測試 APP就好 我就可以做這樣連線 當然電腦端這邊 我有加裝 加一個那個 無線網卡 無線網卡 那我就可以透過 無線的方式 跟它做連接 這個等一下我們 可以跟大家 說明一下 你可以做參考 好 那所以 我在這邊 有告訴你說 像這樣 有舌管啊 或者是你用這個 像短的 短的還可以像這樣子 短的還可以像 這種的 這樣你好像 比較不容易看得到 有的你們去買那個以前買相機的時候有送 都丟掉 假設都沒用啊 結果拿來把這個好用的 因為 我就把我的網路攝影機就跟他 放在一起 我只要勾著就好 如果不行你 買高一點點的也可以 這個也很小的 對啊 因為 腳架的很重要的部分是 希望 比較晃動 找個比較好 一號的地方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 簡單做個參考 代表你有興趣可以先試看 硬體的部分主要是這個 那我之前呢 在我們學校資訪中心 他有一個還不錯 是他具有人臉自動追蹤功能 我們一般的都是有自動追加而已 但是他有的人臉自動追蹤 所以 他有個好處就是我如果稍微移動 以下 那 攝影機本身他會自動 把你再重新再對到 比如說可能走到比較旁邊一點 那 攝影機又自動把你對到 對到正中間 好當然那個範圍不能太大 可是至少就是說 就 糟糕的地位比較少 好 這個是我們在軟體 那個硬體的部分 各位呢可以先注意一下 那麼 硬體的部分 那個系統的部分 大致上 原則上 如果你用的是 我們講的就是網路攝影機的話 大致上應該是不太需要做特別的設定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 我剛講單獨一個麥克風這樣子的 可能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麥克風的增量設定 好增量設定 這個一定要繼續檢查一下 不然的話 有時候 講得很辛苦 結果沒錄好 那就很厚了 那麼 一般來說 這裡有一個就負景主題 這個負景主題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你如果說啦 如果說 有些電腦效能 比較差一點點的 或者你錄的影片很長 那就有可能會 影響他效能的時候 這個 軟體原則上他應該會自動告訴你 像我們錄影的軟體 他通常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效能比較差 要不要切換 那當然如果你不願意切換 就算了 反正就繼續錄下去 要切換也可以 要切換 就是你的視覺效果會稍微比較差 就是視窗轉換 那些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這個是在負景主題上可以做調整 那個麥克風的那個就在這邊 增量的 增量部分在這裡 好 這樣各位對於我們的 這個 軟硬體的要準備的東西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 你們老師 是要做所謂的那個 MOG課程的錄製 那我就蠻建議 你可以 再來這邊看一下 因為台大的這個教法中心 他們在去年 也有 準備了這些 這邊 他們有錄了很多段 就是屬於 這一塊的 我直接流過去 先搜刷一下 好 這裡 有沒有 像台大的教法中心 他有錄的蠻多段 就是 錄影 還有 要注意的 一些事項 他們 像他們就有用這個 Condensia Studio 這一套 那也有 這個 那另外呢 還有啊 麥克風啦 有沒有 麥克風等級啦 怎麼樣挑選 適合的攝影機 他講的其實都還不錯啦 好 這個剛剛好有講 還有 這個我會覺得蠻好的 錄音不噴麥的小朋友 因為我們如果靠冷靜 他會有 有一個那個聲明 因為我們那個 這樣 如果說你要比較專業一點的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了解一下說 大概怎麼樣去使用 所以 如果說 你要錄的是屬於在 網路上公開的 或是像 某個特程這種 比較正式一點的 那麼就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 有沒有 怎麼樣 好 其實所想噴麥和暴音 就是當我們說話時 遇到唇音 噴噴噴噴 舌音噴噴 或者是齒音 177 咫咫咫 等發音 兩次 瞬間由口中通知氣流 混入麥克風 所造成的暴音 這樣瞭解了 所以他後面就是告訴你 我們可以大概怎麼做 在這 大幅檢討直接 通入麥克風的 稍微遮住的那個 在53 融入音者 自行控制音量和力道 再遇到可能 像破音或基本自行 有抑制的 降低音量和發音的力道 這個如果能夠自己控制 就不需要做了 對吧 因為大家都會有一些講話的自己的習慣 那 不管怎麼樣 就是 如果你要做的是比較 正式一點的 我倒蠻建議 可以來這邊稍微 了解一下 因為他錄的也蠻多的 也蠻多的 這樣OK嗎 可以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 直接進來看 第一套 軟體 第八Vidio Capture 要怎麼去使用的 來 先還點就位囉 很棒 安 eine